女人一周喝两次,50岁向30岁,超简单,值得收藏。 当归鸡蛋红糖水,一星期喝一、二次,对面色发黄,月经不调,月经稀少特别有用。 食材,当归15公克,鸡蛋100公克,红糖30公克。 做法 1.把所有材料准备好 2.当归用水泡10分钟,再用牙刷轻轻刷洗干净 3.切成薄片 4.把切好的当归片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煮15分钟 5.鸡蛋放入锅中,加没过鸡蛋的冷水中火煮开至熟 6.取出 6.用冷水泡浸一下,剥去鸡蛋壳,并用叉子在蛋白的表面扎一下 7.把包好的鸡蛋放入当归水中,掉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继续煮10分钟左右 8.加入红糖,煮至糖溶即可 9.量制温热,即可开吃 10.红枣当归蛋,姨妈上门中不要喝要是再加点黑豆的话,效果更好,经常痛到打滚的妹子试试吧 10.当归10公克,红枣80公克,黄芪10公克,鸡蛋3个,红糖适量 10.做法 1.准备好材料 2.锅里加适量的水,放入鸡蛋煮熟,加少许盐,可以防鸡蛋开裂 3.煮好的蛋去壳,用牙签在鸡蛋表面刺一些小孔,和当归一起煮,味道更容易渗到鸡蛋内 4.将当归和黄芪放入锅中,加三大碗水煮沸 5.转小火,加入红枣 6.放入鸡蛋,大火煮沸后,小火炖,煮汤至一碗即可,约40分钟 7.加入红糖,煮三四分钟即可大早红糖浆水,养成习惯,每个月都喝点 据说还是痛经的救命良药 7.补血系列当归羊肉汤 8.食材,羊肉500公克,当归20公克,红枣20公克,桂圆肉10公克,枸杞10公克,将适量做法 8.把所有材料准备好 8.羊排洗干净,切成块 3.放入煮开的水中焯一下,撇去浮沫 4.取出备用 5.将去皮,红枣去盒,当归,桂圆肉,枸杞用水泡洗干净 6.把所有处理好的材料放进汤锅中,注入适量清水,大火煮开转中小火煮一点五,二小时即可 6.阿椒乌鸡汤 6.食材,乌鸡150公克,盐适量,阿椒15公克,瘦肉100公克,红枣5公克,桂圆5公克,将3片 做法 1.将乌鸡,瘦肉洗净切成小块,红枣洗净去盒,桂圆洗净 2.锅内烧开水,放入鸡肉,瘦肉超去血渍 3.再捞出洗净 4.将乌鸡,阿椒,瘦肉,红枣,桂圆,姜片放入炖中内 5.加入适量的清水,隔水慢火炖2小时 6.炖好后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即可食用 玫瑰花枣茶 食材,桂圆4个,红枣4个,枸杞2公克,干玫瑰花5朵,绿茶2公克,蜂蜜适量 做法 1.准备好所有的食材 2.红枣用清水浸泡洗净 3.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放入绿茶煮至 4.绿茶煮上3分钟煮出茶汁捞出茶叶 5.放入红枣和桂圆继续煮上5横线8分钟 6.把枸杞浸泡洗净 7.然后放入枸杞和玫瑰花 8.煮上2分钟关火加盖焖上2分钟即可饮用 喝的时候可调入一些蜂蜜 保护胸部,远离乳腺增生系列腌柠檬 食材 柠檬150公克,白砂糖50公克 做法 1.准备好柠檬,白糖和蜜蜂小罐 2.将柠檬表皮清洗干净,切成薄片 3.冠里撒一层白糖 4.放一片柠檬,并在其上撒一层白糖 5.就这样一片柠檬,一层白糖 最后将剩余的白糖全部撒进冠里 6.取一张纸写上日期 7.贴在罐上,大约4横线5天就可以享用了 8.几天后,取出一片 最简单的吃法冲水喝 西梅银耳羹 食材 银耳2朵 西梅5个 莲子20颗 冰糖适量 做法 1.莲子和银耳泡发 2.银耳和莲子放入炖锅,炖到银耳粘稠 3.放入冰糖 西梅 4.继续炖到西梅变大 汤汁有西梅的颜色即可 豆腐炖黄甲鱼 食材 黄甲鱼300公克 豆腐150公克 生姜15公克 盐适量 红萝卜80公克 银纯蛋45公克 胡椒粉适量 做法 1.黄甲鱼一只 去掉内脏 洗干净 放上两片生姜 2.再把豆腐切成小方块 3.红萝卜切花 4.加适量的盐 5.再加适量的水 6.放入锅中隔水炖 7.20分钟后 出锅加入适量的胡椒粉即可 舣服 1.6分钟后 用油 1.5分钟 居下 2.4分钟后 1.4分钟后 2.5分钟后 2.5分钟后 2.5分钟和 2.6分钟后 2.5分钟后